大家好,我叫苏珍珠,我来自泰国 现在是一名刚刚走进工作岗位的汉语老师 我是2015年参加过汉语球比赛的 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老师说我的汉语是我们班中最好的 所以选择了我去参加比赛 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我准备了很多,觉得自己准备的够充分了 没想到一走进比赛上 发现其他同学准备的比我还要充分 而且他们的汉语水平都很高 听到大家叽叽喳喳的聊天声音 到处都是用汉语交流的 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一句汉语都不会 到了比赛的时候,每个参赛者都展示的非常精彩 懂得很多中国文化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还会表演中华才艺 这次比赛让我懂了很多道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你更优秀 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加倍努力学习汉语 去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把一个各的方面都做得好 终于,我取得了好成绩 还取得了去中国学习的机会 从此,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机会 我变得更自信 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 因为那个时候有了学习汉语的愿望 如今,在泰国做了一名汉语老师 我的梦想也算实现了一半 非常感谢汉语小比赛 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祝汉语小20周年生日快乐 顺顺利利,谢谢